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嗨 大家好 小朋友们 我在这儿呢 大家好 欢迎来到蓝猫快乐剧场 今天的这个问题可有点特殊啊 广西南宁的许妈妈打来热线电话 问培养孩子的读书习惯有哪些 问我们可否在节目中介绍一下 培养读书的习惯方法有很多 我认为讲故事最有效果 对 讲故事可以先从民间故事开始讲 因为民间故事经过几千年的流传之后 已经很通俗易懂了 小朋友容易接受 他们通过这些简单的故事 就认识到了一个深刻的道理 平常生活中还可以让孩子和其他小朋友 一起轮流讲故事 使他的注意力更加集中 在这种集体环境中培养的小朋友 自然而然就会对读书产生兴趣了 许妈妈 不知道这些方法对您有用吗 假如还有什么问题 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哦 对 快乐蓝猫快乐剧场 一起去看看今天的动画片吧 上课了上课了 快快快 好 迎接新一轮考试了 猜猜学院这次给我们出的是什么题目啊 不管什么题目 加油 努力 谁叫我们现在还没有任何级别呢 学院决定继续考验你们的表演功底 大家都知道 想成为演艺明星 是需要付出很多努力的 那么多种角色都要去尝试 所以这次你们每个人必须挑战自我 来凑一出邪星表演 邪星表演 准确地说 以搭档的方式办丑表演喜剧的人叫邪星 通常要达到让大家看了之后能够开心一笑 那好啊 这种事情很有意义 我看行 肯定行 这次我是邪星搞笑派 那还等什么 邪星表演第一场就从我开始 我有问题要问 说吧 邪星搞笑有很多表演形式 学院对这次考试具体有什么要求吗 清楚了学院的要求 我们才好表演呢 这就是我下面要提到的 这次考试内容 大家可以自由选择搭档进行表演 表演内容学院并不限定 大家可以自由发挥 自由发挥 太棒了 我要做世界第一卡通巨星 这么得意 还指不定谁得第一呢 看我狼猫的手艺 好笑的 学习表演 应该是随便说句话就能让大家笑的吧 我觉得猫和老鼠那样的搭档也不错呀 今天我一定要努力搞笑来学习一下 拳击冠军庆功宴 为了庆祝我获得了拳击冠军 嘎小黎说 一定要来我家当面祝贺我 一起来看奖杯 来啦 小黎 请进 呦 蓝小猫同学 这么有绅士风度啊 呃 菲菲你 小猫同学 听说你得了拳击冠军啊 呃 蓝小猫同学 祝贺你获得了拳击比赛的冠军啊 呵呵呵 小黎 快请进 快请进 楼击的力量 不管我来帮助你 表演状态不错嘛 看你的奖杯啦 表演你出什么车 呃 懒得理你 表演去 好嘞 呃 小黎 呃 好漂亮啊 你看 呵呵呵 好丑的杯子 小猫同学 快跟我们讲讲 你的冠军的经历吧 啊 哼 告诉你们吧 我蓝小猫的名气可不是春的 牛皮也不是盖的 在拳击比赛中 我和熊二大战十多回合 我走一招 又一招 或上一招 下一招 我使出了九小第一蓝屎无鹰团 再带个钥子大穿身 紧跟着使出的琴鞋之上 小猫 我 我说 哎 啊 哈 嘿 这冠军奖杯就是我蓝小猫的啦 好棒啊 你是我心目中的偶像 明明就是吹牛吧 呸 小黎 你放心 有我蓝小猫的保护 谁也不敢欺负你 太棒了 以后你就当我的保镖吧 没问题 一切由我 呸 你不就是拿了个奖杯 有什么了不起的 我看你是四肢发达 头脑简单 你也乱出 就是 头脑简单 你太呼唬我啦 微小狐同学 我们是来祝贺蓝小猫同学的 小猫 他就是头脑简单 不信 我来考考他 谁怕谁呀 出题吧 嘿嘿嘿 啊 蓝小猫 我问你 打什么东西是毫不费力的 笑话 在我无敌全神的招数下 打什么都不费力 呵呵 说你头脑简单 你还不承认 回答是牛头不对马嘴啊 告诉你 刚才那是老晋级转弯 答案是打瞌睡 哦 你连这么简单的问题 都答错了呀 我忍你 哈 不行的 某些人四肢发达 头脑是相当的简单 我看你还是多喝点 鱼汤补补脑子吧 不服 我再出道集考考你 看你头脑简单到什么程度 蓝猫这表演砸了 呵呵呵 他忍无可忍就无需再忍 我和你不同 你站住 我聪明的人见人爱我见花开 菲菲 你给我站住 你别跑 我 我要成为世界第一的卡通巨星 那是我 肯定是我 你别跑 你站住 我刚才真的好危险 幸好没有砸到我 我的脚杯 我的表演 我的表演 鸡大婶 蓝猫 菲菲 咖喱马上赶到办公室 鸡大婶 咖喱的这次表演怎么样 感觉不错啊 鸡大婶 我这场戏都怪菲菲来捣乱 菲菲 你跑去唱和蓝猫的戏 做法是不对的 下不为例 蓝猫 虽然你的表演没有明确表达出邪心搞笑的意思 可是学院认为 由于菲菲的介入 在一定程度上 让你的表演更加生动有趣了 这也算是有收获了吧 我那是帮助她提升演技功力 我还是靠自己的努力加油加油再加油吧 精彩的动画片看完了 今天我们在明星学院里的表演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小朋友 赶快拨打热线告诉我们吧 好了 现在我们来揭晓上一期的正确答案了 沙漠风暴可分为哪两种 正确答案是3 沙暴和汗龙卷 好 马上进入下面这个精彩的环节 今天的问题与环境保护可是密切相关呢 因为要给大家来说说石油这种能源 很多小朋友都来信告诉我 说自己的爸爸妈妈每天都在说石油涨价 他们问我什么是石油呢 这个嘛 看了下面的动画片 大家就会明白什么是石油了 石油的形成 石油也叫原油 是从地下深处开采的棕黑色可燃粘稠的液体 研究表明 在人类没有出现以前 各种动植物已经在地球上繁衍生存了 它们死亡之后 尸体随着大量的泥沙被掩埋在地下堆积起来 经过漫长的地质年代演变后 这些混合物最后逐渐变成了石油 石油属于化石燃料 属于不可再生资源 石油为人类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能源动力 但是它带来的环境污染 超过了过去人类五千年的污染总和 小朋友们 我们现在要做的是 节约能源 减少污染 保护我们的地球环境 看完精彩的短片 你们明白什么是石油了吧 下面我可要出题目来考考你们了 知识有奖劲答 石油属于下链哪种资源范畴 一 可再生资源 二 不可再生资源 三 水资源 知道答案的小朋友 请赶快拨打蓝猫卡通乐园 11696200 我们有丰厚的奖品等你来拿哦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 拜拜 小朋友们再见 再见 好好的好朋友 好朋友 快乐舞台快乐梦想快乐梦想 想着心中的方向 真是真香 快乐舞台快乐梦想快乐梦想 想着心中的方向 真是真香 想着心中的方向 真是真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